这次学术论坛由政治大学和白师代关怀学会所主办 以元宇宙和AI为探讨主轴 再细分为科技创新、体验创新、影音创新、 乐听创新和讯息创新等五大主题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黄维维博士发表了 台湾社群平台重置图文合理使用论文 以民营梗图在社群平台上的使用为例 探讨是否触犯著作权法 黄维维表示 日前有三个使用梗图的法院判决案例 但结果却有所不同 因此提出论文探讨 希望社会大众能关心这项议题 正纳跟白师代关怀协会 今年办的2023年 数位创世纪学术实务研讨会 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都环绕在元宇宙 危期两天 第二天是AI 那刚刚我们下午的这一场 主要谈到的就是 元宇宙跟影音创新 有哪一些新的趋势 当然有哪一些的反思 那刚刚我个人发表的部分 是谈到目前元宇宙在明音梗图 特别在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图文使用 有没有涉及触犯到 著作权法当中的合理使用 因为著作权法里面有著作人格权 也有著作财产权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中加有一起合作一个元宇宙的明音梗图的媒体试读的一个针件 我们就发现说怎么同样的作品 一样的两张图 可是那上面写的文字的梗是不一样 那然后那个图其实都是从网路来的 因此我们就开始想说 我就在想要合理使用 怎么会用成这样呢 那当然我们就去看了一些网路上法院的案例 就发现说有三个相关梗图的案例 发生在不同县市 一个是发生在高中生 就是开玩笑在学校社群平台 谈到说学校要提前要延后开学 那另外两个是讲到有关于公部门要发奖金 都是用梗图的方式 结果这两个不同县市的判例却是不同的结果 高中生的那个部分说他是涉及假讯息 所以背叛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可是在另外这两个开玩笑说公部门要发奖金 因为这当中的当事人他的一个诉求是说 他的重点是要大家来看他的梗图 然后所以他用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 要引起一般网友阅听人的注意 所以就没有成立 不认为他处罚 那因此我们就是在想说 合理使用到底在明影梗图上面 他到底看的是一个所谓内容的梗 还是也兼顾到图片或照片或影音的 一个原版的这个著作权 那这是这篇论文主要想要关心的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未来 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在办 元宇宙的明影梗图的媒体试读比赛征件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论是社会组 或者是一些校园学生 在做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 尽量可以用自己原创的照片或是图片 来呈现这当中的明影梗图 今天很荣幸担任评论人 正好我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健康传播怎么样来应用元宇宙 元宇宙对元宇宙 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传播很多议题是很重要 但是有比较偏严肃像长照啊 家里有老人家失智症 或者是口腔保健啊 那这些本来是很硬的议题 但是现在可以靠感人的故事 像急诊室啊 急诊室有人车祸 大家慌慌张张要抢 抢位置会甚至有黑道开枪 就有些这些就是 真是很严肃的 让人家觉得很紧张 很感叹的事件 但是现在你透过故事 讲真实故事改编 或者是网红 那些像白痴公主无厘头 但是就是让观众可以很轻松 很轻松的去了解各式各样像长照 或者你病人自主选择生跟死 怎么样的医疗 这些很严肃的课题话题 那甚至他们那 如果是搞笑型的 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知识型网红 他就帮你整理成懒人包 那你加上就是元宇宙的话 他可以线上跟线下 虚拟跟实体 线上跟线下活动 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所以 就是现在很多实际案例 不管是电视或是Netflix短影音创作 都可以结合元宇宙 虽然有人觉得这个词好像不是最新 但是其实比较完整 它其实就是mixed reality 混合实境 就是不管是虚拟实境 扩真实境 现实 呃线上 它其实就混在一起 就是不管是讲元宇宙 或是我们讲Chat GPT 它其实 只是把影音各种 影像声音 它只是把各种的人工制人的模式 它是整整合在一起 白师带关怀学会表示 为期两天的论坛 以元宇宙 AI 传播地景为主题 邀请学界 企业和媒体代表与会 拆解未来趋势 并从媒体和儿少教育议题切入 探讨AI及元宇宙时代下的机会与挑战 记者陈伟绍 新北报导